一草原一眼看不完 喜马来亚山 风风想念到天边 我们要跟总统说的 他要尊重国家体制 他不能每一件事情都干预 一个人决策 不断促行 这会造成我们国家的民主危机 大家说对不对 第二个 我们要告诉总统 他不能够政治操弄 国家的政大重大的政策 的方向 我们要跟总统说 两岸政策 不能够拿来作为他自己的政治利益的计算 也不能作为我们国内选举的工具 大家说对不对 这是错误的总统 大家说对不对 第三个我们要跟总统说的就是 做国家领导人要有担当 不能够事事推诿 把责任推给其他的 我们选总统 就要选一个负责任的总统 大家说对不对 现在这个政府 各种民调都显示 这个总统 这个政府 已经丧失掉人民的信任 这个总统要怎么走下去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将来国家的施政 一定是寸步难寻 所以我们要跟总统说 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他要全面的改组他的内阁 选一个新的隔腿 能够抵挡总统不当的压力 跟不当的干预 可以有自主的决策的能力 可以专业的领导政府 大家说好不好 我們再一次苦口薄心 跟总统说 这就是我们卑微的心愿 他真的要考虑到 人民最大 人民的感受最重要 国家的民主 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 今天我们看层层的巨马 把总统保护住 他确实很安全 可是层层保护下的总统 是不是离人民很远 我们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 懂得人民感受的总统 有领导力的总统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行政院长 有效率的来治理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民 大家应该有的权利 我们今天冒这么大的雨 走这么远的路 今天晚上还在这里 我们只是要我们作为一个国民 应该要有的大公团 对不对 我们的大声说 继续讲 我们要天天看着我们的政府 让我们的政府 走入常轨 走入正轨 让我们的国家可以前进 大家一起来看住 守护这个国家 多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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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北靠木靠八靠新闻 以前淹水就怪国民党怪马英九 不要忘记 治水的部分 几乎是八成由中央要负责 连一亿都不到的治水预算 请问地方要怎么做 治水预算从八年八百亿 扩增到一千一百六十亿 再来个六年六百亿的特别预算 钱扎越多水淹越高越大 田中便水里 百亿治鸿池 治水有功 幸福城市路上行舟 台湾价值满分 夸婆婆为了神隐少女水上列车 发展最新最酷的VR治水实境秀 不用出国就可以体验 栩栩如生电影场景 整个高雄都是我的实境秀 神隐列车寻找神隐总统 原来家人不在灯火阑珊处 也不在音乐厅 是在云豹战车上 我以为他怕是在里面什么感觉吗 下来走开干 天津大小姐搭装脚车参观灾区有什么错 有点同理心好吗 我们不希望说每次到了下雨的时候 那就有人趁着雨灾打口水战 诶诶诶这位候选的你以前是这样说的 整个淹水的治理计划 今年却只编列23例 这反映马英九是一个自私的总统 治水一半结一半 高雄烟丸换台南 年年治水年年照烟 台南治水经费拿最多 烟水还是只会怪 国民党怪马英九 四五百亿的这个治水的这个预算里面 光靠地方政府是没有办法 数百亿治水经费打水漂 台湾人的总统真幽默 我们看到了在过去治水的成绩 是减轻了这一次 烟水的面积跟灾害的犯规 治水就是要预防超大豪雨 破功只会气喷喷怪雨下太大 下在哪里 在台湾下在哪一个城市不会淹水 跑通啊救人淹水推车 正治嘛 有票能骗就好了 甲龙市长才自好让台中不淹水 一场雷雨就破功 台湾大道变大运河 民众雨中苦急水上摩托车 党工急忙护驾TPP的确治水好方法 淹成这样也能使命护 如果都会淹300亿是花爽的 好啦好啦 反正都是KMP的错啦 话说那个人才刚结束 全程免自费的同庆之旅 反台后还来不及自爽 夸耀外交成就立刻被打脸 与台湾有80年邦誼的 萨尔瓦多宣布拥抱维尼熊告别空心菜 同庆之旅变成同庆之旅 那么就在刚才我们中族的跟萨尔瓦多的邦交 只有团结 才能向中国发出清楚的信息 让他们不会误判台湾人民的体现 断交好断交庙 剩下的17国来个17连展 全部主动断交 断光所有中华民国的邦交 东澳也不用再连署证明公投 台湾又朝独立迈进一步了 民进党断交叫维护尊严 国民党断交叫上权辱国 选前完全执政完全负责 选后怪东怪西靠北靠部 我也要呼吁全国人民要团结一致 又是老耿讲团结 民进党的脸皮真是有够厚 马政府断交干比亚 民进党什么时候说过团结 律支们自爽说断交可以多省点钱 省钱 省下的钱也是拿去孝敬美国和日等 台湾中油公司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 将与美国陈尼尔公司签署25年合约 每年进口2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 退出政坦是唬烂的驻日代表 谢长平说 台湾内部的中国政党 树立未安抚同项 扩大台制的矛盾对立 破坏台制友谊 台制既然这么友好 驻日代表就快推与日本建交 保证那个党满意度一非充天 超过87% 身为民进党新潮流年轻大将 梁文杰自毁实将 被提爆喝花酒 DPP妇女部好安静 扶着喝茫的奶公一起上车 好乳妹贴心护送 DPP妇女部好安静 前立委王世坚被周刊拍到 带女助理上汽车旅馆 她说选民服务 DPP妇女部好安静 看到邱主任不喜欢她的话 那就不是男人 DPP妇女部好安静 当名义代表压力很大很辛苦 上酒店上招待所 酒驾家暴 就是台湾架子 养小五也没稀奇了 他才发现自己竟然是小五 因为黄委长还有小三小四 自家党员让小三堕胎 DPP妇女部却表示 请当事人诚实面对妥善处理 民进党不语论 酒店节有没偷偷羡慕黄议员这么爽 大便涂上绿色 猴子喊爱台湾了 在台南就能选上 免惊了 在台湾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跟总统说的 他要尊重国家体制 他不能每一件事情都干预 一个人决策 独断独行 这会造成我们国家的民主危机 大家说对不对 谁知道 我们要告诉总统 他不能够政治操弄 国家的政大重大的政策 的方向 我们要跟总统说 两岸政策 不能够拿来作为 他自己的政治利益的计算 也不能作为 我们国内选举的工具 大家说对不对 这是错误的总统 大家说对不对 第三个 我们要跟总统说的就是 做国家领导人 要有担当 不能够事事推诿 把责任推给其他的 我们选总统 就要选一个负责任的总统 大家说对不对 现在这个政府 各种民调都显示 这个总统 这个政府 已经丧失掉人民的信任 这个总统要怎么抖下去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将来国家的施政 一定是困难的